2022年舊金山中國農曆虎年新春花會 1月29日和30日一連兩天 在中國城借乎加里弗尼亞街和百老會之間的都版街舉行 與之垂直的借乎士德頓街和錢尼街之間的華盛頓街 澤晨街和百思域街也設有攤位 這是自新冠疫情爆發兩年之後 舊金山中華總商會首次在中國城實地舉行慶祝中國農曆新年活動 隨後還將舉辦全美華布小姐選美及加冕晚會 元宵街會以及新春慶祝活動的重頭戲農曆新年大遊行 1月29日上午 多位舊金山和加州民選官員和行政官員 參加虎年花會的開步禮及剪彩儀式 包括舊金山市長布里德、加州參議員薇善高 舊金山市議員佩思金、陳詩敏、楊池馬、孟達文、梅一家、安世輝 市政府律師邱信福、估值官唐華健、地檢官博撤司 消防局長尼古逊、警察局副局長拉薩、舊金山縣警長公本的助理等等 市長布里德至此時稱 過去的兩年對舊金山來說是充滿挑戰的兩年 大家今天能在此共同慶祝中國農曆虎年新春花會 十分來之不易、有顯珍貴 特別令人激動與期盼的是 2月19日疫情前每年一度的農曆新年大遊行將再次回到舊金山 布里德呼籲大家踴躍支持參與新春花會的攤販及中國城商家 促進舊金山經濟復甦早日恢復以往榮景 布里德同時指出 中華總商會不僅只舉辦中國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期間協助中國城小商業向商家們登記 並把市政府提供的緊急資源分發至商家手中 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布里德向服務該商會多年的會長歐國雄頒發賀壯 感謝他的長期服務與奉獻 隨後布里德和上述各位官員為新春花會開幕剪裁 雖然疫情仍未結束 奧米克戎變異毒株引發的社區感染仍在持續 但無阻商家和居民及遊客的熱情 一些商家一早就開始在攤位內忙碌地佈置 本地居民和外來遊客也漸漸出現在舉行花卉街道的現場 越聚越多 除了華裔的身影也不乏其他族裔的面孔 雖然受疫情影響 逛花卉的人比疫情前有所減少 但放牧即望 督板街上仍然是人頭湧湧 在藍天白雲下顯得格外醒目 花卉以售賣硬結花卉為主 包括金橘、劍藍、蝴蝶藍、桃花、水仙等等 另外還有帶來好運的風車、中國節、大紅燈籠等等 金橘和劍藍是很多華裔居民慶祝農曆新年的熱門選擇 不少白人則選擇吉祥的風車 讓快樂的心情和風車一起在風中飛舞轉動 貝賺人時光 貝賺人時光